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那个主治医生去外地了 刚回来 这会儿啊 主治大夫和几个医生再给许一会诊呢 进去一会儿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另外一个倒霉的人是我是吗 李老师 你是健康的 我代表医院向您寄签 如果您在这段时间因这件事情遭受的损失 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 具体的情话 现在还不太清楚呢 行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我 行 陈小姐 请相信我们 我们的赔偿肯定会让您满意的 你说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家庭没了 我的公司差点人没了 你说赔 你赔得起吗你 陈小姐 难道你们有到别的地方去复查吗 一般的患者得到不好的结果 都是要复查的呀 我们希望能重新为您做一个全面检查 还做什么检查呀 你们这帮混蛋大夫 你们什么医院啊 你们差点叫我的病 你们知道 我知道 陈小姐 你 喂 全聚德 我知道 知道 哎呀 都老同学了你 你说你们客气啥 你 冷静点 这种意外 在我们医院来说 也是十分罕见的 对不起 向你道歉了 这事已经见报了 对我们压力也很大 我们会妥善处理的 哎 我跟你说 我可能会来晚一点 要不这样吧 你们先吃 别管我 谢谢你 你都听见了是吗 出去再说 去吧 喂 莫定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好 咱们下门见 拜拜 你都听见了吧 我都听见了 程小姐 既然没患绝症 这时候你应该觉得是件好事情 应该亲和一下才对 朱先生 我有件事想求你 我没有得病这件事 你先暂时不要告诉若定 为什么 这对若定太不公平了吧 他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 可是因为很多情况 你不太了解 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 况且我希望我亲口告诉他 我不希望别人告诉他 若定是我最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好同事 你说这么大的事 让我隐瞒他 我真的做不出来 我知道这可能很为难你 但是真的有很多情况 我没办法现在给你解释清楚 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告诉若定的话 那看来我只有死在他面前 你非得这么做吗 求你了 求你了 那好吧 我答应为你保密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告诉他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尽快告诉他 这个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一个恰当的时间告诉他 这个你放心 这个你放心 谢谢你 真的很感谢 晚上不回来吃饭 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啊 忙着忙着就给忘了 今天临时开什么会啊 讨论飞行技术的 怎么了 公司最近出事了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 想想就烦 睡吧